民进党就说啊 不只NCC考试院 这些人士你们应该要审查 不能让成国家停摆嘛 他们很经常玩这种帽子戏法啦 可能有一些人他自己在造谣 他就先喊你造谣 对不对 他如果自己有说谎 他就先说你再说谎 他就是玩这种 这种转嫁的这种做法 明明是他自己 没有处理好的事情 他自己本来就应该要负责任的 去换戒 结果呢 可能造成的这些问题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立法院在立这个法啊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锅 不存在的锅 创造一个锅 然后说是你的锅 最后叫你背锅 我觉得最荒谬的是 你派的人这么烂 你就不派一个好的人 今天NCC的这样的一个任命 你提出来的人选就没人要吞啊 你不能说 哎呦期限要到了啦 我们就让我们班的那个恶霸来当班长 大家就不用选了啦 不然的话我们班级会停摆 好像变成说大家都要来配合你 你不管推出一个西瓜还是芭蕾 我们就一定要接受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替你的人选来背锅 我自己跟这个执政党 我们有党 这种在这个也不能讲过招啦 在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 他们很经常玩这种帽子戏法啦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自己在造谣 他就先喊你造谣 他如果自己有说谎 他就先说你再说谎 他就是玩这种转嫁的这种做法 他自己做错事了 他自己乱讲话 他就让你去背锅 明明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的事情 他自己本来就应该要负责任的去换戒 结果呢可能造成的这些问题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立法院在立这个法啊 那你现在让大家来这个背这个锅 而且这个锅还根本不存在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锅 不存在的锅 创造一个锅 然后说是你的锅 最后叫你背锅 哇真身杀人还厉害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种攻势套路啦 我觉得这真的不应该 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是说 民进党现在要召开临时会 当然刚才是最刚才稍早的消息是 黄国昌不想招了 民众党觉得说 你要生意的人士我理你 但民进党就说啊 不只NCC考试院 这些人士你们应该要审查 不能让成国家停摆嘛 那无事要在那边大喊呐喊 可是我觉得最荒谬的是 你派的人这么烂 你就不派一个好的人 今天NCC的这样的一个任命 你提出来的人选就没人要吞啊 那你到底想干嘛 刚刚你讲得非常好 历史哥 我这个我是坚决反对 就是说你不能说 哎呦期限要到了啦 我们就让我们班的那个恶霸来当班长 大家就不用选了啦 不然的话我们班级会停摆 这是什么东西 那以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做好啦 我们的校长领选啦 我们的这个什么 以后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东西 时间到了不好意思就非得要过不可 我们就一定要来在野党就一定要来配合你 哪有这种事情的 全世界没有这种事 我们看美国好了 哎美国他们是可以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讨论完 整个美国政府可以停摆呢 对 他可以给你关门呢 哎那你说关门 哎他就是要讨论完 我再开啊 那你说美国政府关门怎么样 整个美国就shut down吗 股市就不开门吗 所有的企业都都怎么犯无薪假吗 也没有啊 你不能去无限制的扩大解释这件事情 好像变成说大家都要来配合你 你不管推出一个西瓜还是芭樂 我们就一定要接受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替你的人选来背锅 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替你去做这些事呢 你要负责任的提出好的人选 你要负责任的来尊重立法院 你要负责任的来彼此尊重 台湾的这个政党之间是要合作 是要彼此尊重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各种斗嘛 斗鸡总统 斗鸡啊 然后呢你现在你行政院率先不尊重立法院 然后呢你的这个 这个民进党 在我们通过很多法条的时候 你也不尊重我们 结果在你需要我们的时候 就拿着这个正义的大旗 你们怎么这样啊 这个台湾NCC会停摆啊 民众买不到iPhone啊 NCC如果停摆的话 我们的政府会停止运作啊 这个什么考试院 什么监察院 然后呢你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这件事情发生 你就提一个西瓜把腊 我们就全盘都要接受 我就要来配合你 大家明明现在都在准备 明年的重要法案 我们办公室在准备青年基本法 我们办公室在准备AI基本法 我们办公室在准备支通安全法 这个休会的期间不是休假 也不是休息 是准备 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去做很多的国际的国会外交 我们接下来八月底 我也要去做这个官选团 那不是在那边放假 你讲的好像说 你急着要让他们去上 然后怎么样 我们就要来帮你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三立飞他说 垃圾停摆全国之府 所以搞不好NCC停摆 大家还比较高兴 就是你 你基本上你如果 你是一个不当责 而且你甚至是把你的责任 你的这个权杖在随意挥舞 你这个不该关的关 你该关的不关 你该让他进台湾的 你不让他进 你该诚实讲话的事你不讲 然后呢 你现在就是要逼说 大家要开会要让你通过 这有什么道理 但是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是 NCC如果照现在最新的法规 就是两年两任 然后最多不能超过八年不能延任 好那我想在人选方面呢 因为现在他们也通不过 他们最终如果真的要通过 总得提一些人选 好那假设真的 最后民进党提了一些 相对没有那么夸张的人选 有没有可能中天有机会 因为现在讲白了 因为这里就中天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 我看起来是阿宅 但其实我以前是学传播的 我是资讯传播系 所以我也学过很多的传播理论 相关的 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是 民主的社会 你要让大家有多元的声音 对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想在过去 民众的犹豫跟怀疑是 我们过去说什么 党政军退出媒体啦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有自由啦 民主啦 结果呢 他喊了正天嘎想 结果不符合他理念的 不符合他的喜好跟想法的 他就可以这样子去处理 这根本就不符合 所谓的民主自由多元嘛 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 他要能够换一批人上来 这个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啦 我们的这个有党 我们的这个行政院 相关政府部会的体系 应该要秉持着专业 而且这些专业的人 是要尊重自由跟多元 但是老实说 我个人虽然是一个 很良善出发 对很多事物都乐观以对的人 老实说这件事情 我不是太乐观 我不是太乐观 叹回关子啦 但是我个人还会有 我其他的观点去评估喔 还不只是这个 所谓的过去的经历 我们接下来因为媒体 还会面临到很多新的变革 比如说人工智慧 对 比如说在未来 很可能会有一些讯息的这种 很隐晦的这种所谓的影响 心智的影响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科技 带来的一些新的发展 这些NCC的委员 对于新的科技的变革 有没有认识 他对于AI可以变成主播 对于AI可以写新闻稿 对于AI可以直接变成一个 复制的历史歌的声音 来播报新闻 这轻而易举 因为你上次搞的 成见人直接抓狂嘛 然后让成见人前院长抓狂 所以这些委员 有没有这样的专业认识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 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我们找的是要让我们台湾的 这个媒体的环境 是很健康是很自由的 那这些委员 对于可能会影响 媒体传播业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挑战 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识 还是又是再找来一批打手 又要再对谁下手 前阵子是不是又会 踢台啊 对啊 鬼影床床啊 现在完全突然间无声无息啊 又是一个隐形的锅 又让谁背走了 我其实是认为啦 真的是要用专业来任命 但是对于有党 现在的策略 我个人呢是 老实说不太乐观 但是虽然是不太乐观 还是要郑重呼吁 希望以专业为依规 不要把这种政治目的 还有这种政治的策略 还有这种斗争的性格 带到我们的传播媒体的世界来 其实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委员 来到现场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是 你传播的部分嘛 那事实上NCC 他当时判中天的 大部分都百数 可是他变了一大堆的 所谓诉讼的预算 这个反正下个汇取马上来了 就要省预算 有没有可能NCC如果不就范的话 第一个删 先不要讲人事费 就把他的诉讼预算删掉 因为他一直在浪费公堂 一直疯狂上诉 你败诉你就认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 在行政法 在公法的领域里面 政府机关胜诉率是90几% 有办法这样 我上次听中天他们讲说 已经18败还几败了 就没有赢过的啦 他还想再来啊 他还想再来 他还想继续上诉嘛 那现在可能这些法官 除非个别的法官 他比较敢于做决定说 禁止你再上诉了 否则的话 给你直接判定 否则的话 他搞不好说你可以再上诉 那就遥遥无起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大法官都贵了 那这些中法官小法官 哪个不贵 真的 没剩几个不贵的嘛 那现在大家的意思是说 在野党要硬起来 因为刚才您提到说 民进党是油党 他搞不好把你当敌党 他哪里当油党 他在帮你当敌党嘛 他们的逻辑 你是油水的油会不会 因为民进党是这样啊 我们想象的民主 真的democracy是competition 竞争 他们想的是rivals 他觉得你是敌人 他搞的是against 他是要对抗 搞斗争 搞斗争 这个fight fight fight 斗鸡总统嘛 但你如果是猛虎也就算了 对不对 一把把人咬死 不是啊这斗鸡 怎么着着着着着着着 搞得飞沙走死 那没什么实质的伤害啊 菜几乎着气得要死 但我意思是说 有没有可能针对预算 直接下手 不要跟他客气了 老实说啊 过程当中我也 就是跟很多先进前辈 指教学习啦 确实下一个预算会期 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把关 我也确实有听到有委员 还有一些社会的先进贤打啦 其实都有在提 就说他们如果真的是 用这种恶意的方式 在运作这个政府 对 连司法都要给他卷进去 对 然后呢 讲话也不诚恳 不诚实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你怎么可能影响到iPhone嘛 你不要欺骗我们脆弱的 阿宅的心灵啦 这件事情我作为阿宅立委 我是不可容许的 你看我刚刚每次讲到这 我就很气 对不对 他不诚恳 不诚实 不负责 然后呢 还搞斗争 这样子的政府 我们要给他钱去运作 这合理吗 对啊 对不对 拿人民的钱打官司 对 拿人民的钱来对付人民 是 然后呢 拿人民的钱来呼咙人民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跟这个青鸟 他们都是自发的 自发的运动 然后呢 再来讲一句话 青鸟 不会出来哦 你这个这样 这样像 因为我在立院里面 我们在做这个法案 法令嘛 我们那时候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我就很困扰啊 他们一直一再的宣称说 我们没有操纵人民 都是自发性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他在院内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影片啊 然后一直 每天隔个几分钟 就发言 上台发言说 场外 现在已经到2000人 再十分钟 场外已经到3000人 各位国民党的委员 你们还要怎么样 你这不是利用 你这不是煽动 公然恐吓呢 对这不是恐吓是什么嘛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政府的运作 都是要靠斗争 靠仇恨 靠说谎 靠造谣 这种政府要给他什么预算 你给他预算 就是在帮助他做坏事 为虎作杖 而且还不是为虎 这为鸡作杖 对不对 这可以吗 这可以吗 所以我想这是我听到一些 先进前辈 还有很多的委员同志的朋友 在说啦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理性 可是我真的是要讲 我们是在为人民工作 我们是在为人民工作 人民如果看不下去了 阿宅朋友受不了了 你不要拿我们iPhone 来跟我们开玩笑啊 我们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啊 对不起我是小果粉啊 你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 绝对不会对你客气 这也是真的是这样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从源头下手啦 把预算给他干掉 他就不会落地八说 讲到为什么NC大家很愤慨 因为陈耀祥 进电视案 中天案 乱七八糟的 这种鬼扯带的事情一大堆 那到现在陈耀祥也没说个准 然后什么事也不回答 然后就拍拍屁股要走人 有这么爽的事情吗 而且再来啊 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提 这个诉讼预算的事情 你一直败诉 你当初关中天最大理由 就是他被罚太多钱 结果你通通败诉 这不是荒唐吗 所以理由不成立 还不给他恢复 还被判败诉还不恢复 老实说啦 这个有时候 这个我们不能 这个好的不学坏的 但是我必须说 你看像这个 我们这个要办案 他们先搞个郑文燦 再搞个高宏安 再搞个颜宽宏 哇在这边急 急什么 急色卡还是怎么样 那老实说啦 到时候如果要三预算 也要有一个头 从谁先开始 有人就讲啦 监察院先开始 全部删光光 对 为什么 真的太夸张了 是什么样呢 竟然是监察院的院长 亲自出来讲 说你们这个 应该说一开始 我们说要废监察院嘛 他说对啊你来废啊 我也觉得 我们监察院应该要废 你院长自己出来讲 你院长自己出来讲 等到国会改革法案通过了 你突然又说 这个国会调查权 跟我们监察院的权利重叠 你知道也是什么 平行时空 还是多元 多重宇宙吗 这种院 老实说有人就讲啦 全部三光 以前我们都还讲说 哎呀立法院 跟其他的院 还是要保持着一个 院计和谐 但是现在呢 有人斗鸡开战了嘛 对不对 你要打过你打过死 对嘛 那你要弄 好啊那来弄啊 我就先从你自己说 你自己很废的那个院 来跟你废 以前我们还说 这个和谐一下 我们不要删预算 用冻的就好 哎 你如果真的这样 干脆把你全部用删的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复活的机会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 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Do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